我來看到在這個現場已經先圍起三角椎 確保不會有其他人在闖進來 兩台大的箱型車就這樣卡在路邊 一台銀色一台是藍色的小貨車 那麼這個是發生在嘉義東石的一個嚴重車禍 兩名駕駛通通是重傷被送醫抢救 也能看到這個遠景是先到場把這個雜物先掃一掃 而且地上也是已經滿地的油漬 銀色箱型車撞毀的就是東石這個永屯社區的地標 這起車禍是發現在十八號的清晨五點半左右 兩台車在台八十二線上一個閃黃燈的路口相撞 而且其中一個人還被拋飛 通通重傷送醫救治 至於詳細的事故原因都還要等警方進一步釐清